第二个我们以前讲的画小圈圈 应该有讲过吧 画小圈的目的就是 打破小节线的看补方式 一般我们都会一个小节看 然后再下一个小节看 那实际上这样的话 对于乐剧的衔接上会有问题 所以我们就画小圈圈 把相关的比较靠近的音画在一起 这样的话就能够跨小节线来看补 第三个就是解决器的问题 解决器的问题 然后第四个才是所谓的音乐性的层次 那个后面就是前面三个都已经非常熟悉了 才能够讲到所谓的音乐性 然后在音乐性的过程当中 其实我们上个礼拜试着 用吹气或吸气的模式当中 去尝试放松喉咙的感觉 然后透过放松喉咙 带动身体的放松 然后用这样的一个吹法 同学应该会觉得气比较顺 甚至气比较足 其实原因是因为你喉咙放松之后 你的喉咙是打开的 那再打开再放松再气再进出的时候 你可能就没有那么紧绷 所以这些步骤都可以应用在 应用在曲子里面 然后接下来就是解读 解读乐谱的能力 我们要解读乐谱的能力 你就有能力去处理一些细节 好 那假设前面三个大部分都好了之后 都OK了 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试着来解读 这个乐谱应该要怎么去看它 好 那我们看一下 你会发现它比如说前奏是长这样 手咪咪咪咪 手嘞嘞嘞嘞 手嘞嘞嘞嘞 好 你发分的话 要化分在这里就把它切开来 因为一二三 这三个音型 就是声音乐谱音的形状 是长一样的 所以我们就会在这里把它画开来 那换句话讲 手嘞嘞嘞都是属于后面的 手嘞嘞嘞都是属于后面的 你要这样把它分开来 如果你不这样分开 你会变这样 手咪咪咪咪 手嘞嘞嘞 手嘞嘞嘞 然后嘞嘞嘞 然后嘞才重新 那这样其实是不对 它的你的那个 标点符号 这样是标错的 所以呢我们就要用 可能你会问我说 为什么我会知道这样 其实我没有什么比各位厉害 我只是用比较 比较 这个是手咪咪咪 这个是手咪咪咪 这个有手咪咪 手咪咪 发现手咪咪这三个音 跟前面的这两个 没有手咪咪这样的一个音形在 所以我们就判断 他的方式到这里 手咪咪是另外一个重新开始的音 所以手咪咪咪才是一组音 那这样在吹的时候 你在吹到第三个小节的时候 就不会那么紧张 因为第三个小节 如果你把手咪咪咪手咪咪咪连着看 手咪咪咪手咪咪连着看的话 你就会有一点紧绷 所以呢我们就 然后很轻松自在的手咪咪咪咪咪 手咪咪咪咪 手咪咪咪咪 是一个 一个一组 然后第四组音才是手咪咪咪多 这样来看的话 就会比较 胸有成组 比较不会 因为因为连在一起而有一点紧绷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看每一个小节的手咪咪咪咪 应该要怎么看 好这个连续的半拍 然后后面是两拍连续的半拍后面是两拍 那这样的一个音型的话呢 我们就就必须要去判断 你 你比较重要的主角在 第一个小节第二个小节比较重要的主角是谁 实际上是长音我们会 建议各位 把长音当做主角 长音就是他现在是两拍 比前面每一个半拍多长 所以呢 你主要的长音这个位置 才是这个小节比较重要的音 然后另外一个手咪咪咪咪是同音 同音的话 同音叠在一起 同样的咪 同样的雷叠在一起 就是一直在后面 重复不断的叫做同音叠在一起 那叠在一起的话 你要把它当做是节奏 当做节奏 不要把它当做旋律 那当做节奏的话 我们就是手咪咪咪咪 手咪咪咪咪 不要去强调他 手咪咪咪你吹很强调 你反而后面蓝色的框框的咪就没气了 所以呢 我们要把前面的这几个音 手咪咪咪咪 都是类似用顿音的方式把它切开来 这样看 后面这边也是一样 手咪咪咪咪咪 好那方式就是 这样的话 那个节奏就当咪咪咪咪 前面的手咪咪咪是节奏 后面的手咪咪咪是节奏 那手咪咪咪咪 目的要把后面那两拍的咪 那个重量把它撑出来 手咪咪咪咪也是要把最后的咪 两拍的音把它撑出来 然后第三个小节手咪咪咪咪 然后重心是手咪咪咪咪 哦不是手咪咪咪咪 手咪咪咪咪是它的重心 那这个这个的话 就是你在解读 乐谱的时候 慢慢的去做归纳 跟比较 哦 那当然这个咪要记得要收音 我们上礼拜有讲 吹出去要放松 吹出去要放松 收音 好然后吹出去放松 然后嘴巴要展开换气 嘴巴要展开换气 好 爱一个美感 这个这个收要把气多吹一点 要把气吹光 或者你气会不够 好 我们先讲这四个小节 好 现在是如何去吹奏一个好听的曲子 假设你气都够 好 来吴静兴大哥要不要先来 好 可以 大哥你这个黑色打过的地方 你都没有换气对不对 不用换气啊 我我建议要换气哦 原因是你你不换气你当然还是可以把它吹完 但是你试着换气之后 再来吹的时候你去感觉有什么不一样 去感觉有什么不一样 然后第二个 你的那个手咪咪咪咪的这个 我用红色画好了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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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那么突兀 重心在后面的咪不要 你像每一个音都长一样 那我们讲说它是一个 一二三四一 一二三四一 So 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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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 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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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So 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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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 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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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感觉 这样有 那个音乐性的 那个 那个什么 呃 呃 呃 反差了就是有那个音乐性不同的东西在 或者你就是一样的 So 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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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 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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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如果你放柔软一点 So 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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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 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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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面那个长音就能够比较 呃 有不一样的味道出来 或者你前面吹很重 你后面那两拍的咪 就会 没有办法凸显出来 哦 然后你再试着 我当然知道你气够 但是我现在要 大家去尝试 你有换气 在吹跟没有换气吹 当中有什么差别 好来试看看 你这次那个三个沟是不是有换气了 换气 但是有换气 有时候好像有点清晨的样子 没有换气吹 因为我们有收音 我们那个咪 那个两拍的咪跟两拍的咪 我们上个礼拜有讲说喉咙放松 让他有尾音在就好 然后他他会你会发现他就会有尾音消失 但是没有撑到两拍 其实都没有关系 你你你不要很执着的说我两拍就是要吹准两 吹逐两拍 你这样子是想要把音吹出来而已 但是你吹出来的东西不是音乐 不是音乐 虽然拍子对音也对 但是听起来就是没有那个 软型的音乐的那种 那种柔软度跟一些起伏的感觉 就是很死板 所以我们是要吹奏音乐 不是要吹奏 音阶给人家听 所以你试着 那个打钩的地方让自己换气 然后咪 吹喉咙放松掉 换气的话不是说我再吸一口气 不是 只是嘴巴稍微 放开 嘴巴稍微 放开 跟口情稍微放开 他自动就会换气的 那种换气不是真正吸一口气 或真正吐一口气 不是 只是让嘴巴张开 让身体放松 然后再继续第二个小节 目的是这样 好再试一遍 还不习惯 还不习惯 在那个地方换气 还不习惯 没有 没有 你没有 来 我再讲 我再讲一次 换气是要让你的身体 你的肩膀颈部 整个都放松 这才是我们讲的换气的目的 好 觉得呢 再练一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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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不习惯 对对对 那我现在不是 不是习惯不习惯的问题 我现在问你说 你这样吹 跟你之前一口气把它吹完 这当中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 那你好像 我听你吹的时候 就是那个地方有谁 好像有一点点 小小的停顿的样子 那个停顿可以接受的话 换句话讲就是说 你可能听到是这个咪 会变成只有一拍半 看得懂吗 越谱的咪是两拍啊 我是剛剛你那個換氣的地方 好像d跟s�有點停頓的感覺 d跟s�不會停頓 因為你口琴移動快一點就不會停頓 你試著去體驗有換氣跟沒有換氣的感覺 主要目的是這個 倒不是說你一定要怎麼練 因為我們吹口琴 會覺得一口氣就一直往下走 然後就會沒有樂趣的模式出來 然後吹到已經撐不住了才要換氣 然後變成會在不該換氣的位置去做換氣 會變成這樣 我們要盡量避免這樣 來換榮俊大哥 來你那個手 移動的時候 你如果是用頭移動的話 你就會發現就像剛剛吳晶晶大哥講的一樣 手到會停頓 所以要注意的話就是你看 因為手在這裡 吹在這裡 我們移動口琴的時候要不要時間 要時間 所以 手到吹移動要時間 那一般速度就是慢的 你會甚至你就會更慢 其實不行 手雷是 催完倒雷收瞬間要到達位置 而不是慢慢的移 所以變 不能 不能這樣 不能這樣子做 這樣才不會停頓 知道意思嗎 好了試試看看 你沒有耐不 好 我們把符叫出來 好 好來 那個手雷要注意喔 手 雷 一堆 這樣直接滑過來就好了 手 雷在收的旁邊而已 沒有 沒有滑那麼多 沒有滑那麼多 手雷一堆 通通在旁邊而已 都要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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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來再走 都也是隔壁一點點而已 你太多了 再一遍 然後手不要吹那麼長 點到就好 好 換你手雷雷雷雷 手雷雷都 你那一動口琴的時候 嘴巴可以離開口琴 不用一直含著口琴 你那推三度的時候 舌頭有沒有離開口琴 有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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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時候會去頂住 不要頂住 三度的時候 舌頭就放鬆在後面 然後嘴巴變小 但是開始吹手雷雷的時候 舌頭就要在左邊啊 先放慢 先放慢 那你你雷完之後到收的時候 雷到收的時候 你嘴巴要離開口琴啊 不能一直含著啊 含著的話那個聲音就 中間的聲音就會跑出來 你的手雷雷雷雷雷雷 好像舌頭好像還是有貼住 不能貼住 你嘴巴要伸到裡面去 不要含那麼多 我們要吹三度而已 吹三度而已 當然含三孔就好了 好你看一下 現在吹收的時候 舌頭會在左邊 然後雷跟喜的三度 其實在旁邊啊 因為收的右邊那個就是吸 這時候舌頭已經收到裡面去了 然後嘴巴變小 就放鬆 你不要含這麼深 不用這樣 很輕鬆的含著就好了 不要 不要含這麼深 你看我嘴巴 這麼淺啊 這麼自然 你含深的話 你會把喉嚨壓住 好再一遍 好再一遍 你一定是大哥 你一定要把麥克風關掉 因為你這樣會干擾到我們上課 沒有地方關 沒有地方關 好來 來 對 你要知道 你要知道 要回來 你現在這次就做得很好 好這一次 嘴巴不要那麼大 嘴巴不要那麼大 好從頭來 然後換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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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來 好來 然後你換氣的時候有沒有讓自己放鬆 嗯有一點太緊張了一點 對你要讓自己放鬆 放鬆 放鬆 好再一次 好 好 好 接下來我們看吳天來大哥 你再一遍 你再一遍 很好 很好 你做得很好 因為我剛剛為什麼要你做一遍 因為我聽到一個 第一次吹的時候 第一個小孩吹完以後 你會 換氣 你會好像會再吸一口氣的感覺 第一次有 第一次有 換氣不用任何吸氣 也不用任何吐氣 這樣知道嗎 好 換氣只是嘴巴鬆開 然後喉嚨身體放鬆 它自然而然就會調整 不管你當下是 氣吹出去還是氣吸進來 你只要把嘴巴鬆開 你就會覺得很舒服 很舒服那個就叫做換氣 而不是特別的要多吸一口氣 或多吹一口氣 這樣知道意思嗎 好 好 好 再一遍 來 對 那這樣有換氣吹起來 是不是比較放鬆 會比較放鬆 比較不會那麼緊繃 你如果沒有換氣一口氣吹 好像你可以吹完 實際上那個音樂都已經 不是音樂了 糟糕了 好 然後接下來我們請 邓黃大哥 邓黃大哥你少吹一個咪啦 你看喔 一二三四 瑞是一二三四 然後瑞也是一二三四 好 再吹一遍 好 很好 前面都吹得很好 然後RESO的話 太緊張了 吹成RESO RESO 等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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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吹不到那個RESO 就是因為你用頭在轉 你要用手 用手就解決了 因為你用頭要去轉 你頭沒有辦法轉到收 我們頭在轉的距離有限 所以要用手 好 再一次成頭來 你看這樣就可以做到了 有沒有 好 好 今天要不要試一遍 呼應口請 我現在才開始上線而已 我再聽一下下老師 然後歡迎雲慧回來旁町 他要保重 好 謝謝 不會不會 好 然後我們就把這個擦掉 接下來看一下 小千千是手手咪 然後咪咪發收蕊是一組 這裡就這樣兩組 手手咪是一組 然後咪咪發收蕊是一組 然後一樣我們要先找出來 手手咪它的重屬結構 就是說哪一個比較重要 我們會把重心放在咪 手手有吹就好 不要手手吹很重 這樣反而完全不符合邏輯 因為這個手在第四拍 所以它是落拍起拍 落起拍 所以落起拍就是 手手咪咪 然後把它吹出來 那咪吹出來以後 接下來這三個咪 不要把它吹成 好像進行曲的咪 它就是一個一個一個這樣 很輕鬆的咪咪 然後把音帶上來 也就是說我會建議你這樣咪 咪咪發收蕊 好你就會有一個這樣的音型在 所以是 有沒有聽到 這樣就會有很漂亮的音樂的旋律 這樣就會有很漂亮的音樂的旋律 會自動跑出來 會有漂亮的音樂的旋律自動跑出來 所以盡量去感受我們現在講的東西 然後後面這個手手咪咪咪也是一樣 你的手手 你的手手也是落起拍 然後 咪收音 然後接下來 咪咪咪咪咪咪咪 好你就有一個這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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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音型出來 好我進行大哥試看看 好我進行大哥試看看 好原則上沒什麼問題 好原則上沒什麼問題 那個手手咪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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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咪 你可以把它講成這樣 第一個手跟第二個手大小不一樣 試一遍 再一遍 然後咪咪發收的發收要連要連起來不能 這樣沒有連起來要 不要 好換你 好來大哥你你再注意件事 這一個紅色的圈圈要憋氣吹 這一個要憋氣吹 再一次 可以嗎 你有沒有 你有沒有憋氣吹 你說你就是一口氣 對但是 吸吹的時候不是身體放鬆去 這樣就沒有憋氣喔 憋氣 你吹咪咪發收的就好 像現在的吹法 我要你就像現在的吹法再變 咪咪發收了 這樣氣就不會 進到你喉嚨裡面去 他就會在你的 口腔裡面運作而已 好啊這樣就不會斷掉 或者你去吸吹的時候你會把那個音吹斷掉 所以你再試一遍 好再試一遍 對就是這樣有沒有感覺 有沒有感覺 那個這樣的話你那個我們在吹的時候那個旋律才會連貫起來 要不然就會切斷就會 手手咪咪咪咪咪發收 對發收會變這樣發收 唱歌不會這樣唱歌會 手手咪咪咪咪咪咪發收 會連過來 不會發收 就是你直接是吸吹 那你憋氣 做的話他就會連過來 不會斷掉 好 換 榮俊大哥 你的三度音要注意三度音舌頭要縮回去 嘴巴要變小 或者音會吹不對 你前面吹的還蠻好的 然後手手咪三個音也是憋氣 捏氣坐 手手咪 捏氣坐 好再一次 那手手他是很輕的若起拍喔 重點是咪不是手手 好 注意啦你的三度舌头要收回去啦 好 然后再来换五天来大哥 等一下等一下我们没有吹到那里 我们只是吹第二行而已 好再重一次 然后第二行 那你要尽量用我们刚刚讲的 就是他有一个音型 随着音高去加强 随着音往下走去放松 再一次 是这样 来换灯黄大哥 灯黄大哥 灯黄大哥你有进步很多 真的不错 你有没有觉得 有 有点进步 有感觉 好 那实际上讲到这里的话 后面的话 应该就是跟我们现在讲的都是一样的东西 看你能不能套用而已 比如说 那这里是说怎么办呢 一样我们上礼拜讲 这个拉 吸完之后马上喉咙要放松 不要再用力了 然后一样刚刚的方式拉把都拉手憋着去做 他就会很漂亮 憋着去做 那憋着去的话 因为你就不会吸很多气进去 然后呢 拉拉把完之后 这里有一个兜 吹气 自然而然 你还是憋着去做 但是那个兜会让你稍微缓冲一下 所以 特别注意 一样是憋着去做完 这一串都要憋着去做完 那就不会有问题 就很好听了 好来 吴静心大哥换你 很好 越来越好 另外一个 不要强调这个 不要强调这个 你把重心放在 拉 放在 再一遍 等一下 然后你吹太短了 你会 不是 是 你看哦 你的米花米雷豆是这样哦 那一样 这个豆豆也是 你的豆豆会吹着 豆豆拉 豆豆拉 豆豆会很快 但是你的米花米雷豆不会吹那么快啊 他一样都是半拍半拍啊 所以你要想一下 雷 雷 米花米雷 雷 所以你的豆豆应该怎么吹 豆豆拉 不是 豆豆拉 好多了 好多了 知道我在讲什么吗 知道知道 这个豆豆吹碗要跟这个米的豆 这个半拍一样的感觉 不是豆豆拉 你看他的半拍好像很快 没有 你应该要做的那个速度是要一样的 好 我再来换农军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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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也要换农军 收三个伴奏完之后 嘴巴马上 张开 张开放松 他自然换气了 不会 不会去耽误到什么拍子 因为为什么这里可以换气呢 因为你看哦 收在这里 低音的收在这里 他距离很长 所以你收吹完要吹低音的收 你一定要 移动口琴啊 移动口琴的时候 顺便嘴巴张开 换气 是一个轻而易举的事情 反而会比较好 然后你的蓝色的框框 这里一定要憋气做 好再次 等一下 你的豆豆吹太重了 有没有 对哦 对哦 这样就好了 不要 这样就好了 再一次来 豆豆拉 等一下 那个豆豆要有感情 不要豆豆拉 豆豆拉不要急 豆豆拉不要急 你豆豆拉把他当做这样 好 类似这样 类似这样 好不好 好 好 再来换吴天莱大哥 很好 其实你音感真的很厉害 那 不强迫你要做什么 但是你要尽量注意听 然后把我们上课的感觉 放在你要吹奏的里面去 然后你就会觉得很舒服这样 好 好 换灯黄大哥 一样 豆豆拉不要吹的这么劲菜 豆豆拉要有感情 豆豆拉不要豆豆拉 你太紧张了 你太紧张了 再来 再一次 前面的豆豆拉就做得很好 再一次来 等一下 等一下 你这里收吹完之后 要吹低音的收的时候 你找不到收 你又用头在动了 要移动口琴 你才能够听到这个收 你刚刚都吹到豆了 好 好 再一遍 你又是豆豆拉 你又是豆豆拉 你再低 再低 对这才是 好 再一遍 好 好 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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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低 对这才是 哇 抓不准 再来一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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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一遍 再一遍 你那个收跟手 你一定要用手移动啦 嘿 好 对不对 不对 再低 对就这两个音 对这两个音 对这两个音 你一直在吹豆豆啦 你一直在吹豆豆啦 你一直在吹豆豆嘿 这这摄像器才是收手 你一直在吹豆豆 我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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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就对了 所以是你再移动头啦 要移動手就好了 好 移動手就好了 好 那現在 細部的地方都講完了 我們現在就請大家一口氣 一口氣三行把它做完 然後三行做完要注意幾個點 第一個 換氣的位置一定要做好 然後 你的樂趣的畫法一定要做好 然後該換氣就要換氣 因為換氣能夠調整你的身體 你吹起來才會 行有餘慮 然後輕鬆的情況之下 你才能夠有情感 然後要憋氣吹的地方就要憋氣吹 好 我們一口氣要三行 按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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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这样就非常的好听 不要变成硬邦邦 请问各位两次的示范哪一个比较好听 第一个比较好听 第一个比较好听 你音节都会吹拍子也都对技巧也都会 那接下来就是怎么吹才好听 不是说会吹就好 怎么吹才好听 怎么吹才让人家觉得你是在吹音乐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那种方式 自然而然你就能够把音乐吹出来 好来吴静心大哥换你了 好 大哥你后面这里 后面这里就有闭气 有记得闭气 但是上面这个没有闭气 没有闭气就会变成 就会变成这样 那你看有憋气座 就会很美 而不变成 这样很难听 憋气座 再试看看 你后面这个咪咪咪咪咪吹得很好 想一下后面咪咪咪咪咪咪是怎么做 好接下来我们换龙俊大哥 好接下来 你要看好没有伴奏的地方 我们吹口琴真的很忙 就是看不同的记号 然后不同的位置要去协调 这样换个角度想这样 可以让我们脑筋多动一下 会比较灵活一点 好 换五天来大哥 五天来大哥 我们要低音的手 你都没有吹到 你都吹多开始 好 低音的手 你要两个收呢 收收呢 多多呢 要两个收 你刚刚听到都是一个收而已 一个多而已 那你都没有换气的感觉 要换气才会舒服 要换气才会舒服 才会不会那么紧绷 像打钩的地方都可以换气 你再一遍 打钩的地方换气 换气不要再吸一口气或干嘛 就放松就好了 好 收收不是收咪 收收咪 你看哦 停下来 停下来 停下 你刚刚 收收咪咪咪发收咪 记得要换气 换气你才能吹收收咪 你才能够吹出两个收收 你没有换气 你就会变成吹一个收而已 嘴巴张开 气不要再惊了 就是松开 不用管它 然后再开始重新吹 收收咪 收收咪 咪咪发收咪 嘴巴张开换气 收收咪 咪发咪 嘴巴张开换气 就这样 再一遍 好 你好像也都没换气 就把它吹完了 你有换气吗 太紧张 我不晓得 好 就是一句话完之后 要吹下一句 这当中 要换气 好 我在练看看 一句话跟 每一句话跟一句话之间 什么叫一句话 就是松松咪咪咪 发收咪 这叫一句 这一句吹完要吹下一句之前 要换一个气 让自己身体反而一下 再开始吹 收收咪 咪咪咪咪 咪咪 咪完之后 长音完之后 再让自己 喘口气 再继续 不要一直没有喘口气 然后惊着一直往后吹 这样后面的旋律会越吹越硬 好 好 换灯黄大哥 我听下来 手手咪 你刚刚是吹 手手 多 OK 这样就很好了 好 好 那这个就是我们一句一句完之后 把它串联起来的第一段 然后你看一下后面 后面的话 这个跟前面一模一样 所以就剩下中间这个 那中间这个副歌用手正音的副歌 其实是一般曲子里面 比较好听的都是在副歌 那在副歌的时候你就要 去设计一下你要怎么表现 一样这是弱起拍 这都是弱起拍 我们重新来好了 那弱起拍很重要的重点就是 重心不是在 弱起拍身上 重心是在弱起拍后面这个音 这个拉 那这个拉 还有后面这个兜 这才是我们关注的音 你不要把 全神贯注都贯注在这里 那就搞错位置了 然后 手拉手法咪的咪是收音的咪 拉法都拉手是收音的咪 所以他就变 那就尽量吸啦 你想吸就尽量吸 吸完之后 就是一样按照刚刚方式憋气做完 你想吹 你爱想要怎么吹都没有关系 你就用你的情绪把它吹出去 拉法都拉手一样用憋气做完 就这两个东西 蓝色画起来的要憋气做完 要求就是这样 然后拉法要用滑音的方式 好 所以都 如果要用大小声来讲的话 都请你吹小声 拉请你吹大声 都请你吹小声 高音的都请你吹大声 就这样 好来 吴静心大哥换你 先不用守正音 先不用守正音 把旋律吹漂亮 很好 这样吹就好 然后那个拉 你还可以再吸多一点 好再一遍 然后可以的话 你就把守正音加进来 然后注意就三个四个地方 有守正音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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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都不要动 好来 那你的守正音 还是要注意一下 你是只是动手指而已 你的手掌 没有 没有开合 你的手掌没有开合 只是在动手指而已 这样效果就不会出来 现在还是在动手指而已 你现在还是动手指而已 你的手掌要离开 手掌要离开 不是手指 等一下 等一下 好你再吹一遍 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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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我剛有錄了 我剛有錄你吹的 你看一下 我先講一下 你的手震音是這樣 你看 有沒有看到 你是手指在動 你這個手掌都沒有離開 你都是手指這樣在動 這樣不會有手震音的效果 手震音效果是要這樣 手掌你看 手掌要這樣離開 你剛剛都是只是這樣動手指而已 這樣不會有手震音的效果 手震音效果是 這個手掌要離開 不是動手指 那你看一下我幫你錄的 因為你可能沒有感覺 沒有錄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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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沒有錄到 再講一遍 你不要只是這樣動手指而已 它是要這樣打開的 對對對 要這樣打開的 你看 有開喔 不是 這樣沒有用啊 然後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 你有開了 你看 你會這樣 你看一下 這裡有沒有一個漏洞 這裡有一個 這個就是漏氣 這樣就是一個漏氣 所以要 這個湖口要連起來 連起來 連起來 這個湖口要連起來 不能這樣打開 連起來 你看我像這樣 連起來之後 你看這樣子開 大拇指不能離開 大拇指不能離開口琴 右手的大拇指不能離開口琴 然後這裡 這裡不能這樣開 不能這樣 好 好 好來 龍俊大哥換你 對 龍俊大哥的手正義就很清楚 不錯 再一遍來 好 吳俊大哥你看龍俊在那個 彎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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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彎 好 再來我們請 吳天來大哥 我 把 我 吳天來大哥你的正義應該 也還不錯 就是有效果出來 那細節我們再講 但是有一個地方 長音的時候手才不要動 短音的地方不要動 什麼叫長音 這個手要動 手拉手法不要動 手拉手法咪的咪長音才動 手拉手法咪到咪才動 都要動 然後拉法都拉不要動 拉法都拉手了手才動 所以他會長這樣 聽一下 不要從頭到尾都在動 這樣很忙 再次一次 對對對 這樣知道意思嗎 好 好來換燈黃大哥 很好 好 做得不错 好 最后下课以前 每一个人从头吹到尾 从头吹到尾 从这里吹到这里 后面这个我们待会儿最后再来讲 好 来吴静兴大哥先来 加油了 我不会把你打断 你自己把它吹完 好 好 很好 再来换龙俊大哥 词曲 李宗盛 我先稍微跟你溝通一下 第三堂 哆哆拉 這個拉有沒有看到 這個拉要收音 你沒有收音 你後面這個拉就會吹的 就是會亂掉 哆哆拉鬆掉 喉嚨鬆掉 才拉拉滑才能夠吹出來 你如果你是 一直吸氣 用力吸氣 你後面那個拉拉就吹不好 你試看看 哆哆拉 喉嚨鬆掉 不要提示這樣 類似這樣 也就是說前面那個拉很拉 你吸到滿了之後 你後面那個拉拉就沒辦法做好 你要注意這個細節 好 換吳天來大哥 我幾個兒 我可以說 那是 我們再說 叫來咖哆拉 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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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最后一个小节看一下 这个呢 这个部分呢 我们把它当做 一口气 用滑音的方式 好 那从这里开始练 然后跳到这里 吴俊卿大哥 然后跳二房 然后这个伴奏完之后舌头就不要贴回来了 伴奏完之后舌头就放在后面 不要贴回来了 看到没 最后一个音的伴奏 切完完之后舌头在后面 你看哦 会这么多杂音 我们要一个C和弦的和声 你再一遍 再一遍 对 就让你弹吉他 因为我们吹气很多音 子都 这就是一个C和弦 好吧 我們把它當作一個C和弦的和音這樣 這樣懂意思嗎 不知道 所以翹完之後舌頭就讓他在後面 讓你的嘴巴吹出很多 Domiso的音這樣 這樣他就會變成一個和聲 好 榮俊大哥來 對 然後那個Domiso Miso都 Miso都都不要用頭 要用手 用頭的話你會覺得會反應 反應持頓這樣 好 再一遍 再一遍 不能停頓 Domiso le le mi wa mi le do so mi so 直接做了 好 氣夠嗎 氣夠嗎 會不會氣不夠 Domiso Miso 不是一直吹氣 我們之前不是告訴你 就喝水了喝嗎 喝水了喝這樣就好了 再一次 還有你在滑動的時候有遲疑 有遲疑也會影響到你的氣 你就先把位置找對以後 順了氣就順了 好 來 換五天來大哥 你吹成Domiso 你吹成Domiso 不是Domiso 你吹成Domiso 再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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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D 從Domiso 停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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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從SoSo le le mi wa mi le do so mi so do mi so do do 哦 都是吹氣 都是吹氣 那方法是 大家注意一下 方法是這個小結有撇步 這個小結一樣用 那你的吸完氣之後 後面的 这里就叫憋 пред 憋在做的時候 你不會損失很多的氣 身體裡面有吸比較多的氣 那这样在你的后面 第二绑的Do so mi so do mi so do 你才能够有气去运步它 方法是这样 再讲一遍 So so re直接吸气 So so re直接吸气 然后Le mi fa mi Le mi fa mi 这几个音憋气做 然后你吸道的气 利用Do so mi so do mi so do 再把它吹完 方法是这样 这样气就绝对会很顺 而且轻松愉快 So so re Le mi wa mi Le do so mi so do mi so do do 好 这个要练 Do so mi so do mi so do 这个要练 波练几次让它的位移跟方向 自己都很熟悉 这样就会帮助你 把它吹得更顺 好 好辛苦 新班的同学 我们就这一首详细就讲到这里了 之后这一首就不会再花时间了 然后今天因为有两位同学没有到 所以我们就没有先新的进驻 下礼拜我们就催目我之心 你想要先自己先预袭 我都不反对 下礼拜我们就等到期了 我们就先上目我之心 这样可以吗 好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不会不会 好 好 好 旧班的同学好 可以的 可以的 老师好 老师好 大家好 老师你不用休息一下